电脑卡运行慢怎么办 很简单 只要散步 就能让电脑更快更流畅 小电脑时间用长了 或者电脑太老了 我们想打开一个网页 就非常非常的慢 有的时候还白屏 一直卡在这个页面 我们有的时候要关掉 也反应很慢 其实小调整的情况 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我们只需要 简单的升级一下 就能轻松解决 我们首先把电脑关掉 然后把电脑翻过来 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动手 升级一下里面的硬件 一个内存 一个硬盘 首先我们把电池给它拿下来 然后这个小盒子里面 就是内存 这里有一个内存的标识 我们把这个螺丝拆开 你们看 这里就一个内存 还是一机的 看到吧 所以说这个内存太小了 我们需要给它加大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增加一个 我这个内存就是2G的 这里写一个PC2 说明这个内存是个二代的 然后我们再这样 给它插上去 一按 好了 好了 这个内存就安装好了 就把这个壳子装好 再来看一下这个硬盘 这有这个标志的 就是个硬盘 我们直接把它拆开 这里有两个螺丝 然后翘一下 硬盘就在这里面 这里还有一颗螺丝 我们把这个硬盘盒拆出来 好 这时候就会看到硬盘了 这是机械硬盘 所以说我们想运取速度快一点 开机速度快一点 我们可以把它换成固态硬盘 这边上有几个固定螺丝 拆掉过后 这个硬盘就可以拿出来了 然后准备一个固态硬盘 直接装上去 这把全部装好 小机桶内存还有硬盘 买来都不贵 现在都很便宜 电池装好 好了 硬件升级的两步骤就完成了 还有第三点就是我们再给这个电脑重新装下系统 我们准备一个有系统的右盘 这里还可以用光盘来装系统 这是光区 开机 按右盘启动向 切换到USB 启动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安装系统了 好了 只要完成这三步 急后发现 你家的电脑就会变快了 变得更流畅了 非常的简单啊 主持人